嘿,大家好,这里是老烈健康频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 诺贝尔奖的黑历史 额叶切除手术 把冰椎插进脑袋里面破坏老前额叶 从而治疗精神病人的异常行为 十分的简单高效,方便快捷 输出是一场伟大的医学革命 而我们本期讲的东西啊 跟这个有异曲同工怎么样 同样与脑部切除有关 同样是诺贝尔奖的宠儿 但不是黑逆词 而是可以让你对自我意识 有更深刻认识的一项研究 猎老人实验 在讲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得先认识一下癫痫病 或者叫羊癫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癫痫病人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应该也在网络上 看到过一些发病过程 还有某些艺人的拙猎魔法 这种疾病一般是由于 大脑皮质神经细胞异常放电引起的 会从大脑的某一侧细胞异常 影响到整个大脑 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 这种疾病只能通过药物治疗 且效果非常拉快 后来医生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 瓶子体切除素 对于那些极端严重的癫痫病人 这是他们最后的治疗手段 瓶子体在大脑的这个位置 能摸到吗 摸不到就去停时间看看吧 体育老师说过 人体的左右板脑是由瓶子体 前连核和海马连核连接起来的 其中瓶子体是最大的神经素 有两亿根神经纤维组成 它是我们左右板脑信息共享沟通的桥梁 使大脑成为一个整体 用原话来说 就是连接两台电脑的网线 让彼此间可以交流信息 瓶子体这网页不是所有动物都有的 一般像南西人一样的高等哺乳动物才有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它 但对于癫痫病人来说 这东西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不用珍惜 大多数切除了瓶子体的病人 其大脑一侧的异常 不会蔓延到另一侧 虽然他们的大脑裂开了 成为了裂老人 但发病程度和发病频率大大减少 而且手术之后 病人跟正常的生活基本无异 这一手术可以说是 当时治疗癫痫病人最有效的方法了 但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医生们 大脑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不可能是无用的 切除瓶子体之后 对大脑真的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多数医生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 既大脑的左半球具有主导性 进化的更理智更高级 而右半球则是吃药的相对落后 没有语言书写和阅读能力 可对于这一观点 美国的神经生物学家 斯佩里却表示怀疑 他曾经拿动物做过实验 把大脑的瓶子体切除 发现训练其中一侧半脑某种行为 如果另一侧半脑不做训练的话 是学不会的 也就是说 一侧半脑并不知道另一侧半脑在干什么 这表明左右半脑是可以独立运行的 都能发挥作用 不存在优劣之分 这一发现让他把问题转向了人类这边 瓶子体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了 难道只是作为一个支撑 当左右半脑分开了手 他们能否独立工作了 是否只有独立意识 很快机会来了 1961年 一位48岁的退伍士兵WJ 接受了首例的瓶子体切除术 WJ曾经是一名二战散兵 在战争时被敌人用枪托 偷袭到脑袋 导致患伤了癫痫病 由于实在看不住癫痫病发作的痛苦 他选择了博一博 手术过后 WJ的发病次数大幅减少 并且看不出有任何异常 这样的一位病人是绝佳的研究对象 因为除了瓶子体签署之外 他没有其他任何疾病 不会造成影响 所以一个月之后 斯菲里团队找到了他 让他接受一项烈老人实验 这个实验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视觉实验 触觉实验 和视觉加触觉实验 在开始前 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小机器 整体的左右眼视野是交叉的 这脑部存在视觉交叉神经 左眼的视觉信息传递给右脑 右眼的视觉信息传递给左脑 经过瓶子体共享信息处理后 大脑便能得到一副完整的图像 而在切除了瓶子体之后 左右脑的视觉就不能共享了 变成了完全独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首先是视觉实验 受眼者被要求坐在一块黑板前 盯着中间的一个点 然后左右各有一个灯泡在不停闪烁 此时受眼者的左眼视野 只能看到左边的灯泡右眼瞳里 当视配理问他 你看到了什么 受眼者只回答 他看到了右边的灯泡在闪 而当视配理只按左边的灯泡闪时 他表示什么也没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他真的看不到吗 还是说他在骗鬼 视配理随后做了一些改进 让受眼者用语言表达的同时 再用动作回应 再一次 两个灯泡同时闪烁 受眼者仍然表示 只看到了右边的灯泡在闪 但奇怪的是 他的双手却同时指向了两个灯泡 这说明他没有骗鬼 他确实看到了两个灯泡在闪 实际上 他左右两只眼都看到了灯泡闪烁的信息 他的左右半脑都指到 但因为只有左半脑专有语音系统 所以他说只看到了右边的灯泡 而左边的灯泡他看到了 但因为右半脑没有语言功能 他说不出来 不过右脑可以控制左手 所以他两边都指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呢 哎呦 这人言行不一 其实他没有骗人 他只是猎老人罢了 这说明那老人的左右老视觉认知已经独立了 你要让他说出看到的东西 就必须要让他的左半球看到这个东西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 石佩里等人进行了触觉实验 把一个物体放到受验者的右手上 不让他看到 受验者可以完整的描述他 并说出名字和用途 但放到左手的时候 受验者却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和用途 而如果让他从多个物品中 找出一只匹配的物品 他却能正确找到 也就是说他的结论是没错的 语言系统的确在左半脑上 而右半脑虽然无法表达 但却能感知到物体 那么问题来了 左脑是否也有这个能力呢 石佩里把上面的两个实验进行结合 在屏幕的左侧显示一个物体 样式会员者利用左手 在屏幕后面的物品中找出来 他可以找到 但反过来之后 在屏幕的右边显示物体 他的右手却找不到 这说明他的左脑是没有感知能力的 触觉信息在他的右脑加工 我们正常能感知到是因为篇子体 把左右脑的信息共享了 左手在干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右手都知道 彼此间知道对方在干嘛 也不知道对方的小秘密 这时候有的人可能会有大胆的想法 既然利老人的左右脑信息不相同 但如果让他的左右眼 分别获得不同的视觉信息会怎样呢 诶 石佩里团队还真做了这个实验 他要一名利老人的左眼看一张血井的照片 同时右眼看一张鸡爪的照片 要让他从多张照片中 找出与之相关联的两张照片 最后利老人选择了一只鸡和一个血铲 这没什么问题对吧 我们也会这么选 你为什么这么选呢 你肯定会说 因为鸡你太美啊 你干嘛 因为鸡身上有鸡爪嘛 血铲就用来铲血 那那老人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鸡身上有鸡爪 然后血铲可以用来打扫鸡笼 很明显他的后半句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也就是说他的左脑其实并不知道有血井这张图 而他的右脑看到了所以选择了血铲的图片 但左脑并不知道右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因此他只能说出一个采册 一个强行的解释 这也说明左脑具有解释器的功能 他可以对事物进行推理和猜测联想 这也就是为什么猎老人看起来跟残忍无异 虽然他们的便宜肢体被切除了 左右脑无法沟通 但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弥补对方 形成一种应对策略 所以猎老人的行为大多数时候是正常的 为什么是大多数呢 因为猎老人通常会患有一手症 或者叫外星人手综合症 比如有时候他们的右手在穿衣服 而左手却会做出脱衣服的动作 又或者看完男性人的视频 右手想点举报 而左手却想点赞 就好像有一只手被别人控制了一样 做出了相反的动作 又或者说他们之间拥有独立的意识 就像两个人 为了证明那老人的右脑是否只有独立意识 施佩里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那老人的右眼指住 指向其左眼展示照片 当那老人看到芭蕾舞演员时 他拇指向上表现出了喜欢 当看到希特勒时 他拇指向下表现出了讨厌 而当看到自己的照片时 他害羞的笑了 这说明他的右脑同样具有认知和思考能力 当左右脑分离之后 他们的意识也随之分离了 也正由此 那老人可以做到一些 我们残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比如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的特殊能力 但同时 他们也无法做到一些 需要双手高度协调的事情 比如弹钢琴 吹耗子等等 而注意啊 这不代表那老人 会产生精神分裂 或者两种性格 基本上左右半老 经过博弈之后 最终一个半老 总会凌驾于另一个之上 获得控制权 所以那老人的意思 仍然只有一个 虽然右脑没有左脑那样的 语言和逻辑推理功能 但右脑的空间感知 和图像识别能力 却玩爆对方 比如让一位老人挡住一侧的视野 让他根据这些图形 画出他的样子 他的左手画出来是这样的 具有空间结构 而右手画出来 却是这样的 而只骗人风格 这说明左右脑 都具有其拿手的能力 左脑在语言 阅读 计算和逻辑分析上 要好于右脑 而右脑在空间识别 触觉感知 艺术和情感表达方面 要好于左脑 可以说左脑是相对理性的 而右脑则偏感性 说一下是 你骂别人低行商的时候 就不要骂错脑了 右脑低行商而已 左脑是无辜的 不要让他背锅 施培里的这一系列研究 纠正了此前医学界的主流观点 左脑并没有比右脑更优秀 只是他们的专业不同 一个是理科生 一个是文科生 各自都有擅长的领域 这一新的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 也得到了众多医学者们的认可 1981年 施培里因此获得了 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以表彰他在内脑研究和心理学上 做出的贡献 当然施培里研究的是 手术后的患者 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没有平子体 那他是否也会像内脑人一样呢 根据研究显示 内脑人任意半脑的记忆力 普遍低于正常水平 但如果他两个半脑一起用上 就不一定了 左右了分开之后 他们都有独立的视觉系统 或许得到了双倍处理信息的能力 比如电影语言的原型 金匹克 他是先天的内脑者 出生就没有平子体 直到四岁时才学会走路 并且无法系纽扣 智商只有八时期 在运动技能方面也存在异常 但他却能记住 一万两千本书里面的全部内容 还有地理、文学、音乐、历史等 大量的学科信息 记忆力堪比人形自走硬盘 由于左右半脑的信息无法正常沟通 在成长观中 他的左右脑都开发出了语言功能 这是手术后的内脑人无法具备的 据观察 他阅读一页书 只需要8到10秒 左眼扫描左页的内容 右眼扫描右页的内容 一个小时内就可以读完一整本书 为什么他的记忆力这么强呢? 一种猜测认为 有可能是他的偏致体学识 引起了不寻常的神经链接 从而导致了大脑的记忆容量增加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左右脑的功能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大脑在发育阶段得到训练的话 或许右脑也能拥有语言阅读能力 而对于大多数正常来说 左右脑的功能分化具有偏测性 因此你想提升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 你可以多开发而对应的脑半球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内脑人已经去世了 内脑人的实验也已经被脑部扫描技术取代 但对于人体最神奇最神秘的部位大脑 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有在开发 从内脑人的实验来看 意识独立的左右半脑并没有导致患者的意识分裂 或许两个半脑的意识都源自于同一个自我 只是二者无法知晓对方的存在 而导致了表达方式的不同 一个完整的个体意识 应该是脑内不同区域沟通协调后的结果 它更像是一个个小系统的集合 而不只是一大块的整体 如果各位还不懂的话 建议你们看看弗洛伊德的意识理论 看完之后你会发现 更加不懂了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赞关注 西东看片不迷路 这里是你的男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